妈妈照顾孩子 说是负担 有时也可以说是妈妈在心理上 对孩子的一种依赖 所以当这位当亲妈妈的儿子长大之后 他决定要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把儿子最喜欢的披萨口味 跟大家分享 厨房里的工作站告一段落 接着就是今天的检讨会议了 刚刚现做现烤的披萨 大伙边吃边讨论 不算大的厨房里 就连同大家口中的老板娘成妈妈 其实也才五六位员工 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自己家里孩子的妈 所以每天进行的这一段 披萨品尝会加检讨会时 妈妈们口中的那个她 只要一有意见 就会在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影响 听到员工正说起 昨天女儿吃了披萨后 好像不是很满意 陈妈妈赶紧追着问 才讨论到酱料要多放一点 另一位妈妈又有意见了 现下的时候 她说那个沙拉放太多会满意 沙拉应该是四个儿子 太多会太油 又怕孩子吃得不健康 又想看到孩子 在美味中展露满足的笑 陈妈妈和厨房里的 每一位妈妈想法都一样 所以她的厨房里 专做儿子最爱吃的披萨 而且还因儿子要求 只做小披萨 你每次帮我做好吃的披萨 然后带到学校 我们学校烤箱是那种 家庭式小烤箱 我放也放不进去 然后就算烤出来了 那个口感也吃不完 一个人也吃不完 一定要找朋友去 有时候我想自己当中餐 找餐都不方便 所以我们应该是设计一种 这种六寸的 然后刚刚好 对 个人化的披萨 把儿子的话意 记在心里 做儿子喜欢吃的 因为陈志伟从小生长 在单亲家庭 母子俩感情特别好 只是自从陈志伟离开家 念大学 到现在去当兵 陈妈妈就开始觉得失落 那个时候小孩 对孩子的那个依赖心蛮重 所以会觉得看到他 就是我的那个全世界啊 可是他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又要读书 要去那个打工这样子的话 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时间就很少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精神寄托 不要完全的放在我身上 你就去做一些你喜欢的 他就很想帮我喝在手心 你怎么了 你今天吃了没啊 你今天睡饱了没啊 怎样怎样怎样 那当然一方面 我很感动过我这样的妈妈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他有他自己的 是因为我知道他从以前就 很对吃的很有研究 也很爱去研究吃的 我一直喜欢研究 我爱吃的东西 所以与其这样 他有那个创业的心 那我就想要说那好 那就来开一家店 陈志伟怕妈妈少了他 太寂寞 心情会不好 鼓励妈妈走出家庭 重新寻找生活重心 拿手的披萨是儿子最爱吃的 从发酵面团到手压饼皮 都是纯手工 没想到这妈妈的味道 在开店之初 竟然不受欢迎 因为我们之家庭主妇那时候 我对饼皮是不知道说 真正的异国的那个饼皮是怎么做 所以我会用那个 所以我试过用那个 做馒头的方式做给他吃 那然后以前那个馒头 你也知道白白的 没有味道 他不会喜欢 所以我都会变成是 有点带甜味的馒头给他吃 那后来我直接就用甜味的馒头 去做披萨 他当时也没有抗议 可是后来我就做披萨去 出去的时候 后来客人就开始就不满意 你说为什么披萨的那个饼皮是甜的 他们从来没有吃过 那个饼皮是甜的 都是咸的 后来我马上又开始改变配方 陈妈妈立刻惊觉 开店不能只顾及 儿子一个人的口味 重新调整饼皮口味 由定制机器将饼皮大小标准化 陈妈妈还发现 年轻客人和儿子一样 对他的牛肉披萨有意见 要做的就是很烹 像菠萝一样 什么料他都要放一点放一点 我有牛肉 牛肉上面会铺蘑菇 蘑菇铺完了还要铺那个洋葱 洋葱破了还要撒一点红萝卜 青花豆花椰菜之类的 陈志伟也不是不知道 妈妈总想把满满的营养 都放进披萨里 但陈妈妈看到儿子 连最爱的牛肉披萨都不想吃了 只好试着 把那些儿子不喜欢的蔬菜 都藏起来 我就说小孩子好像都是这样子 可是以妈妈的心 他都很希望说他 能够吃到里面的蔬菜 就干脆我就把这些蔬菜 全部都打成泥融在那个 那个烤牛肉的黑胡椒酱里面 然后去把腌这个牛肉 然后把它做出来 所以说看不到 但是里面都有这些蔬菜的味道 铅肉时 蔬菜泥让牛肉有清爽口味均衡 不但成功躲过儿子耳目 也让年轻客群愿意接受 所有的努力研发和改变 都是为了儿子 一听儿子说 薯泥披萨口味不够好 陈妈妈就决定换掉 直接买来的薯泥粉 改成自己切马铃薯丁熬煮 至于照烧披萨 得淋上酱汁 陈妈妈希望儿子吃的健康 也不能靠其他添加物调味 我们勾芡是用麦芽糖来勾芡 为什么用麦芽 它那种甜度很自然 我不用那个糖 我就用麦芽来做 那个甜度很自然 然后那个勾 它又达到勾芡作用 就是说双碗齐下 辣口味的宫饱鸡丁 陈妈妈也得先炒好洋葱辣椒 再把嫩鸡丁加入 每样披萨都从配料开始 自己动手做 每一种口味的披萨 一研发出来 陈志伟也总会被妈妈 迫不及待的找来试吃 妈妈面前陈志伟又撒娇着 要妈妈再改两饼皮 其实也是偷偷希望 妈妈忙得开心 忙得有动力 当我在拿到这个披萨的时候 我吃下每一口 我都会了解到 它从饼皮 底酱 内馅 起司 这一切的心入历程 都是妈妈的辛苦而得来的 所以我吃下去除了感动以外 我会肯定说妈妈走到这一步 她这样的成就 我也为她很开心 陈妈妈不在 陈志伟也有一番感性告白 他其实很替妈妈骄傲 因为母子俩互相为对方 着想的一份爱 陈妈妈才能度过空窗失落 走出家庭 带着几位妈妈们 把他们对孩子的爱 一起融入这个 看似小小 却非常饱满的 迷你披萨里